来回瞅一瞅这个当地的那个香蕉啤酒 兄弟们 这里呢就是非洲最穷的国家布隆比 生产香蕉啤酒的村子 现在去看一下他们是怎么生产的这个 这个香蕉啤酒 跟这个当地人一块去看一看 这个朋友要跟我们一起去 要骑着他的车 这是什么 这是羊肉 我没有问 谢谢 你好 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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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已经喝上了 这里就是他们的香蕉啤酒制作作坊 看现在把这些香蕉全部都放到里面去那个一个大槽里面 然后一会儿要把它倒成汁 好像在那个发酵三天就可以吃 这个好像是他们就加到那个就是它里面去发酵的 这个是高粱是吗 我就是翻译了中文的意思是高粱 把它们放到那个香蕉里面去发酵了 然后他们现在就把这个不知道是什么草放进去 然后准备开始做香蕉啤酒 就纯手工人力捣碎 哇塞 那这已经马上就捣出汁来了 哇你看这个汁水全部都弄出来了 它这个都不加水就直接搞烂搞出汁 真的揉出了香蕉汁哦 要打一点给我尝尝吗 干净的卫生的香蕉汁哦 这是他们的小酒吧是吧 这是他们的当地人的酒吧哦 这是当地人的酒吧哦 可以啊 可以啊 还要瞅一瞅那个当地的那个香蕉汁 好了 话呢 cloudsns 哈哈哈 谢谢 只能一个这么大罐啤酒喝啊 不错不错 好便宜哦 才几毛钱就能喝一大瓶 这么大瓶的香蕉啤酒 是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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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当地人品尝一下当地的香蕉啤酒 是重要 是因为当地的特产 这一大瓶子要几毛钱 香蕉啤酒 这些年轻人都穿得这么纸纯细细的 穿着西装打领带 穿西装打领带 也来这里喝香蕉啤酒 地上一坐 叫一瓶啤酒就开始喝 生活特切瘾 拜拜 这个大哥 现在充当我的翻译间保镖 虽然他的唯一语言不懂 但是他能买好了 蛮友善的 都在围观我 亲人全跟着我干啥 没啥事 拜拜 拜拜 让我过一下好吧 拜拜 然后有这个酒店的员工陪我一起出来 不然我感觉我好像会被劫持走 你知道吗 太热情了 你们都来看我 是不是这个镇第一个来的中国人 或者是外国人 嗯